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圣诞平安快乐 圣诞节提醒我们 耶稣为我们来说 是和平喜乐和安慰 但为了领受这些恩典 需要感到自己 有如圣诞马槽里的人物 一般的渺小 这是教宗方济各 12月11号 接见赠送圣诞树的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以及赠送圣诞马槽的 意大利卡斯泰利的代表团 所说的话 教宗解释道 圣诞树和圣诞马槽 有助于营造圣诞节的气氛 让人能够怀着信德 体验到救主诞生的奥机 在圣诞马槽中 一切都在谈论 有益的贫困 福音的贫穷 它使我们豁向真幸福 在莫关圣家和不同人物时 他们自然流露的谦逊 吸引着我们 教宗说 耶稣诞生的庆节提醒我们 耶稣是我们的和平 喜乐力量和安慰 但是为了领受这些天赐的恩宠 我们需要感受到自己 有如马槽中的人物 一样的渺小 匮乏又谦逊 今年圣诞节 在疫情的苦难中 手无伏击之力的小耶稣 依然是天主恩赐给世界的记号 这个记号就是 天主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援 2014年12月25号 交通方及格颁布圣诞文告 降辅罗马城和全世界 感谢观看 教宗指出 玛利亚若瑟 都是谦卑的人 对天主的美善充满希望 他们迎接了耶稣 并且认出了他是谁 圣神光照了白冷的牧人 他们奔跑到那山洞 朝拜了圣鹰 以后圣神也在耶路撒冷圣殿中 引导了年迈 千倍的西莫昂和亚纳 两个人都认出了耶稣就是墨西亚 西莫昂赞美说 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 也就是你在万民之前早就准备好的 是的 弟兄姐妹们 耶稣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民族 这受苦世界的救援 看到耶稣圣音 教宗思绪转向许多暴力下受害的儿童 他们变成了商业交易和人口贩卖的对象 或被强迫当兵 还有遭受侵犯的儿童 被杀害和遭虐待的儿童 就是那些尚未看到光明 缺乏父母的慷慨之爱 而葬身于不真爱生命的自私文化中的儿童 还有那些因为战争和迫害 而离乡背景的儿童 在我们的注释和暗中同谋下 被虐待和剥削的儿童 以及在轰炸下被屠杀的儿童 他们的鲜血 被当代黑洛德的阴影所笼罩 教宗要我们一起恳求主耶稣 拯救他们 并且与传染病的受害者同在 他衷心感谢那些勇敢协助病人 和他们家庭的人之际 教宗再次地邀请他们 保障病人得到援助和必须的治疗 教宗祈求耶稣的救赎力量 将武器转变成耕田的礼 将摧毁转变成创造力 将仇恨转变成爱和温柔 让众人亲眼看见他的救援 基督的死亡与复活 是他爱人类的最高表达 但除了注视加尔瓦略山的十字架 我们也不可以忘记白冷城 为了增进信德 我们应该尝去瞻仰耶稣圣音 教宗方济各2015年的12月30号 在圣伯多禄广场的药理讲授中 向在场信友们强调 为基督信仰而言 天主绝非无缘无故地成为婴孩 教宗提到 在教会历史上 曾有许多的圣人圣女 特别恭敬耶稣圣音 耶稣圣音对我们的信仰生活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教宗说 我们其实对耶稣圣音知道的很少 但如果关注儿童们的生活 我们便能从阴海耶稣那里学到很多 这需要我们注视儿童 看他们在做什么 以及他们喜好什么 我们又怎样才能爱耶稣圣音呢 教宗举例说 首先必须知道 每一个儿童都渴望被置于中心 另外一方面 儿童也喜爱玩耍 教宗指出 让儿童玩耍 意味着要放下我们的思维逻辑 而进入他的逻辑 如果我们想要儿童玩耍 就需要懂得他喜爱什么 而不是自私地让他们做我们喜爱的事 这为我们是一项训会 在耶稣面前 我们必须放弃对个人自由的诉求 就能接纳真正的自由 晓得在我们面前的是谁 并服侍他 最后教宗谈到谦卑 这是天主成为婴孩最典范的特征 教宗表示 耶稣正是以谦卑的面貌 来到我们当中 向我们显示 富有仁慈与慈悲的天赋的面容 愿我们能谦卑 紧紧地把耶稣圣音抱在怀中 为他服务 因为他是爱 即祥和的泉源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周见 军ания 请不吝点赞 ум 请不吝点赞 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